大家好我是蘇涵 那今天很感恩冠軍蘇宇還有靜明陪我練習 那今天因為什麼事件有兩個事件 第一個就是我在第一圈的時候 我翻到了一個物件是四四的 然後他的首期支付要一萬五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要不要買要不要買 但是我就覺得說他的成本實在是太高了 這樣會導致我後面可能再走一步 我就會破產 所以那時候就是想說忍一下好了 那就是忍過之後至少我還多走了大概四五圈 那另外還有在後期那個靜明他有丟出一個三四兩廳的物件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真的很想買 然後可是那個時候就是很矛盾 那時候我很想買 然後被買走的時候其實我心裡在尖叫 我就說為什麼我沒有說 因為他那時候是出六趴 然後我自己算了一下就大概兩千兩千二左右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兩千兩千五也要跟他買 可是我那時候就就是默默的坐在旁邊 然後念卡片然後假裝很鎮定 但是我心裡就一直思思念念那個物件 然後就一直很後悔說為什麼不敢 那回歸到我的現實人生 我會覺得在成長過程中就是我很容易就是看到機會 然後就拱手讓人家 會因為這樣是因為我心裡局限的框框讓我會覺得說 跟人家競爭或是搶奪一個東西就是會很吃相難看 這類似這種的評語 所以我一直都不太會去跟人家競爭類似這種東西 所以我今天有就是練習完這一圈我會覺得說 這部分我必須要好好的再去想一下 到底為什麼要把機會拱手讓人這件事情 然後後續啊其實在我還在練習的時間裡面 他其實沒有出現變賣的機會 但是我會覺得說至少我那時候如果我買下他 至少我在人生中至少我會擁有一些資產 大概就這樣